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要修身养性 人身体要靠养 调养身体 身体会越来越好 修身把自己身体修得好一点 养性把自己的良心本性善良之性全部要养出来 对别人好就是修身养性 不自私就是养性 所以学博的人一定要修心 你说我今天拜佛 你不修身 你一定学不好佛 所以不管活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情 人首先要懂得的就是养好自己的一颗纯洁的心 不去贪世间人间的所有的明文利涯 来改变自己 让自己脱繁成圣 你去看单位里不跟别人争的人 大家都尊重他 在家里爸爸永远不跟别人争 别人都喜欢他 如果整天跟妈妈斤斤计较 跟孩子斤斤计较的父亲 是没有孩子和老婆会尊敬他的 所以做人学佛到了解脱的境界 就是放下 无所谓的 这个只要你们有就可以 我不要 我够了 所以学佛学到境界很高 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经常 你问他你要这个吗 你要那个吗 他如果一开口觉得你说我够了 可以了可以了我有了 这种人 我告诉你不一般 这种人已经是人间的圣人 因为人的欲望是不得到满足的 他永远要了还要要了还要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你们要想知道自己欲望有多重 你们到自助餐去 你们就知道 吃了一盆又一盆了 吃了一盆又一盆了 吃到这里了 然后跑到门口一看还有甜点 再晒晒到喉咙了 而且这里喉咙都有感觉 甜的酸的 咸的全在这里 跑到门口一激动 全出来了 人生就是这样 真正的境界是解脱涅槃的境界 涅槃的并不是死亡 涅槃在佛经里面称为侧物 看护 佛法里面很多老和尚高僧大的 他们念堂呢 实际上就是他们车祸 走了 车祸了 所以平时活着的时候 就要有这种寂灭的境界 寂灭的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都是不长久的呀 我要它干嘛 这个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呀 你如果经常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 你说你还会为一句话去伤心吗 你还会为别人做出一些 伤害你的事情 你还会去难过吗 因为你知道人生就这么几年 说没有就没有了 有什么意思 好了 你到了一种寂灭的境界 无所谓的呀 你说你对孩子身上 帮有很大的幻想 我一定要让这孩子 这孩子一定要孝顺 这孩子 你对他希望太高了 最后你就失望了 我把他只要培养成年 能够有他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孩子 有他自己的幸福生活 OK啊 我活我的 他活他的 我又不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那你就不会为孩子的喜怒哀乐 而伤害到你自己的心 有一个妈妈就很有智慧 很老妈妈 他的女婿到他妈妈这里去告状 结婚了几年之后 跟丈母娘说 妈妈你看你这个女儿整天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你知道他妈妈怎么样 我交给你的时候挺好的呀 是你自己把它弄成这样 对不对呀 事实上人家家鸡随鸡 家乎随狗 加了你这个懒狗 他也变得懒了 加了你这个贪心不足的人 他也变得贪了呀 加了你会骂人的 他也会骂人的呀 你天天骂他 他不会骂你呀 很正常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心没有解脱 想开一点的 如果你对孩子的问题上 你解脱了 我这个孩子问题我是想通了 但是单位里 哎呀叫我提早推荐我 他想不通 那你叫局部涅槃 就有些问题已经想通了 有些问题还是想不通 这局部涅槃 所以真正的涅槃是什么 是完全解脱 就像一个父母亲死的之前 孩子们啊 你们好好过啊 妈妈都放心你们了 我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我会以后到天上去的 我会照样照看你们的 你们好好活着 不要对人间有这种 抱有太多的希望 因为抱有太多希望 一定会失望 妈妈已经放下了 妈妈走掉了 你们也没什么好痛的 为什么呢 他解脱了呀 很多人就是妈妈呀 爸妈呀 什么脚啊 什么东西拉住他呀 有的孩子们还要把妈妈的指甲剪下来一块 头发剪得下来留着几年 其实这都是人间的骨头啊肉啊 都是不肯留的 没有一样东西都会留下来的 留下来最好的就是爹爹留下无价宝 无价宝是什么呢 就是高贵的品质 崇高的信仪 仁义理智性 永远没有亏欠别人 永远一辈子不占人家的便宜 这算是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的地方 仁义理智性 过去古时候的时候他没有律师的呀 你看现在为什么都有律师啊 有的律师都不行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有的律师 律师还没抓法律的控制 实际上律师跟律师打官司 不是你跟他打 是你的律师本事打 还是他的律师本事打 是律师跟律师打官司 你花的钱多 找个有经验的人 就不一样 是这个概念 所以要灭除 寂灭就是要灭除心理不平衡的境界 也就是说想不通的境界 这个烦恼的境界都要去掉 要达到寂灭的境界 那就是佛的道场 想冲了 无所谓的拿去 不要了 反正这个东西也在不中 要这样 大秤和小秤 都要达到寂灭的境界 所以修行要去除我的无名 自己不明白 无名了 就会慢慢有很多不好的叶障出来 所以师父叫你们要去除无名 灭除生老病死的轮回之骨 身体生出来 这个死了 那个又生出来 不是轮回吧 老了 哪一个人 从年轻不到老啊 有长生不老的人不老 没有这样 你们告诉我谁长生不老 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活的 你每一天活的 要让别人对你好 感恩你 你就要不停的付出 对人家好 真心对人家好 生老病 你说 哎呀 这个人生了病的时候 为什么又会生病了 轮回啊 哎呀 胃痛过了 很多人痛的时候很难过吧 痛过了怎么又痛了 你这么不当心的了 叫你不要吃凉的东西了 又吃了 又痛了 是轮回吧 跟你老婆吵过家了 你不要去碰他讲他家里呀 你一讲他家里 这个老婆就跳 你怎么样骂他都没关系 你只要骂到他家里的人了 他就跟你跳没完 那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轮回的地方 你不能再去讲他家里了呀 那很多男人就是很聪明了 吵到后来不能骂老婆家里了 因为女人呢 非常爱好自己家里的娘家里的人 你骂他的妈妈 骂他的爸爸都不得了的跟你急呀 你骂他没关系的 实际上我告诉你 这就叫轮回 要接受教训 不接受教训的人 永远在轮回之中呀 吵了架为什么又吵啊 而且吵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事情 所以你们看 他又来了又来了 你看还是这件事情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 每次讲到这里又来了又来了 轮回呀 避开呀要避开 死生老病死 我给你们讲个死 谁都要死 那为什么很多人还在作死啊 冲烟是不是作死啊 喝酒是不是作死啊 你稍微喝点酒没关系 你酒喝的太多了干不好了 你不是要作死啊 你抽冲烟 你的肺肯定会不好的呀 你不是作死啊 真的有智慧的人 我不轮回 我知道我接受教训了 我不轮回 我当时胃这里痛过了 我就不让它再痛了 我今天胆不好了 我就当心不吃煎炸的东西 我曾经有过一只手发麻 要当心啊 好有可能中风了 你今天耳鸣了 要当心啊 你的肾脏不好了 那今天怎么突然间头晕呢 哦 血压有问题 下次不要做伤害自己血压高的任何的事情 发脾气就血压高呀 你不能发脾气那样 所以人吃不尽的苦头就是在轮回之苦 大家知道轮回之苦 所以普通人 普通的人呢 为了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 他拼命去做 所以有的时候 他就慢慢地做呀做呀做到后来 进入执着和迷惑当中 所以有些事情做了不能做了就要停掉 不能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就一定很好 所以在《心经》里面有一句话叫 《无明镜》 要让我们把心中的无明要洗刷干净 就是没有无明全都懂的叫无明镜 一个人经常跟自己的家里人吵架 就是为这个事情 你这个无明你要把它扫进去 没有 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无明镜 比方说 你吃这个东西 每次你吃的话 你的肠胃就不舒服一次 你就知道不能再吃了 因为你这个无明 你不懂得吃这个东西 是对你的肠胃不好的 你这个人是良性体质 你一吃良的东西 虽然再好吃 你的胃就不好 好 我懂得了 我就不是无明了 我是有明 我明白 我现在有明白这个事情 无明就是说我不明白这个事情 你要把它静 就是把它要去除掉 我对这件事情彻底明白 叫无明镜 那么无老死静 是什么意思 我要把老和死都没有 我不会老 我也不会死 那么你不会痛苦 因为很多人痛苦 就是因为老了才痛苦 死了也痛苦 无老死静 就是我把老和死都把它静去掉 你说一个人怎么样让自己不老啊 开心呀 就不老呀 身体当心不要生病就不老呀 你说你身体生病的话 是不是就老了啊 一会儿掉个牙下来了 一会儿怎么样了 一会儿怎么样了 要无明镜 无老死静 所以你们天天念心经 要懂这些道理 就是让自己的智慧呀 能够理解苦空无常的阵地 菩萨告诉我们说 人的一生啊 就是苦空无常了 你看一辈子吃这么多的苦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空掉 而且所有在人生一生当中啊 每一件事情是长久的 老婆可以变 孩子可以变 单位力可以变 身体可以变 什么都在变化 苦空无常 所以佛讲给我们听 佛婆告诉我们 苦空无常是人间的真谛 所以你们明白了 就不会跟人家去争了 不会跟人家去吵啊 吵什么有什么好吵的 都是空的 小时候争来了这么多东西 到最后有了 没有了 无明烦恼要灭度 要灭尽 无明烦恼就是 当你不认识 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烦恼 一个人不明白 他会产生害怕 所以菩萨让我们要 灭度灭尽 自己对世界上一切的不明白 所以你们怎么样来明白呢 听师父讲呀 我在你们拜师干嘛 就是要听师父跟你们讲道理的呀 人也无有老死 为什么呢 当你灭度灭尽 人已经彻底明白了 过烦恼 你这个人怎么会老怎么会死呢 因为我们知道 人就是离开了身体 就像一辆汽车坏了 但是司机就是你的灵魂 你换一辆汽车继续开 那么就是再一次的转世通胎 所以当你懂得这些 你就不会怕死了 人很多人怕死 就是因为 哎呀死了什么都没了 哎呀没了 害怕就结束了 你要是知道你不会死了 你不会痛苦 所以连老死都要灭尽 就是连死啊 你都要明白 是什么个死吧 不会死掉的呀 因为还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上 所以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学佛的人 在不怕死呢 就是这个道理 一切无名和老死 都是轮回的现象 也就是当你现在知道 很多事情和你这个人老了 或者死了 其实都是一种轮回 你说我们生命当中不是轮回吧 每天早上 你今天弄得蛮好 你第二天早上 你是不是早上 又早上早早起来 你是不是又开始轮回 新一天了 你今天早上不开心 你第二天早上 就不一定会不开心了呀 轮回了呀 早上又开始轮回 你今天吵架了 你过一段时间又会吵架 也叫轮回 轮回也可以有善有恶的呀 善轮回 恶轮回也有那样 菩萨让我们懂得 这一切都是一种缘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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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